关于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现役最强的无疑是S500 但是这款导弹并不是俄军最尖端的防空系统 俄军还有一款号称可以用来打击卫星 并能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防空系统 其性能被宣传得非常强悍 而这款武器就是俄军的S550防空系统 它的性能究竟如何呢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来给大家讲解这款 号称世界最尖端的防空系统 关于这款S550防空系统的来历 其实最早要追溯到1981年苏联时期 当时的计划是要研制一种机动点防御导弹系统 并由阿尔玛兹中央设计局进行设计 不过在该计划研制没多久 因为苏美双方制定了一份中导合约 导致该计划的工作和其他苏联设计局 在防空领域的几个项目同时终止 并对该武器的火力系统原型和设备进行了拆除 最后这个项目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也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被摧毁 但在后来 俄罗斯又基于S500防空系统为基础 开展对S550防空系统的研制 关于S500防空系统 它的性能还是非常的强悍 也是目前俄军最先进的防空系统 关于这款导弹的研制目的 俄军就是为了用于拦截和摧毁洲际弹道导弹 以及一些超音速巡航导弹和飞机 在性能上 这款S500防空系统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主要是用来反弹道导弹的 一种主要用于进行防空的 其中用来反弹道导弹的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600公里 进行防空的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 而在探测性能上 S500可以同时探测10个弹道超音速目标 其性能非常的强悍 并且该武器还具备移动功能 具备快速部署能力 至于S550它的性能 俄罗斯并未公布它的信息 但俄军称该武器可以用来打击美国X37B计划 这也就意味着 该S550导弹的最远射程范围 起码在600公里以上 并且它的速度也必须在超音速 这个超音速的速度也要胜于它的基础性S500防空导弹 不过因为它的保密性 所以这些数据也都只是一些人的猜测 其性能究竟如何 还要等它服役罗斯公布后才能知晓 至于这款S550防空导弹系统的历史 在这里也给大家讲一下 俄军原本对于这款防空系统的研制工作非常保密的 一直到了2021年的时候 俄罗斯才开始对外公布它的一些信息 但每次所透露的都非常少 首次公开时 俄军称 该防空导弹系统的研制重点 在于提高它的探测范围和导弹的射程 如果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这款S550防空导弹系统 将具备拦截任何目标的能力 其中还包含了搭载核档的洲际导弹 这消息公布顿时吸引了各国的 因为该武器如果真的研制出来 那俄罗斯将会成为世界首个具备高机动性拦截洲际导弹的国家 并且据有关消息透露 这款武器最早将会在2025年开始服役部队中 有关人士还透露出S550防空系统的移动平台 还将会使用带有超高声速导弹的机动发射器 从而进一步提高S550的一些性能 当时除了俄罗斯新闻对它的各种猜测外 美国的国家利益中也对其进行评价 称S550防空导弹系统的武器类型的定位 可能相当于替补美国标准S Block II反导导弹 和陆基中段导弹防御系统之间的空白 另外还有消息指出 S550移动战略导弹防御系统 是专门用于摧毁弹道和轨道空间目标 尤其是一些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S550能够有效地进行拦截 此外还称该系统在研制时 就是为了针对美国的X37B无人空天飞机和超高音速飞行器的 并且它还指出S550导弹防御系统 需要搭载某种新型的多功能远程雷达系统 这个雷达系统就是为了让其便于发现超远距离的太空目标 和一些超远距离的导弹等 但这些也都是网友猜测 具体情况也只有俄军内部人员才知晓 关于S550的进展 俄军也是处于保密状态 不过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 还有新闻爆出了S550可能已经通过测试阶段 已经进入到了作战值班 不过对于这个消息 很多人表示不认同 其一就是要研制成功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实验阶段 就算这个阶段过去 要进行量产 也需要一个不小的时间 说它现在已经装备到军队 有点不切实际 再加上之前俄军就表明过 该武器最早服役也要在2025年 因此这款武器不可能现在就服役了 进入试射阶段还是有可能的 至于上面提到的X37B 这其实是美国的一个航天计划 当时是由美国的波音公司所研发 原本这个计划是要研制一种 可以进行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工具 不过在X37A研制成功后 美国空军感觉这种技术非常的不错 于是波音公司根据美国空军的需求 在其原型上演变出了一款型号 该型号也就是X37B轨道测试飞行器 至于X37B飞行器的基本参数如下 X37B全长8.9米 机高2.9米 一展4.5米 在动力配置上搭载的是一台洛克达音 AR-23引擎在续航时间上 因为它是一款可以无人操作的武器 再加它是在低轨道上进行运动的 这让它可以在空中进行长达270天的续航 关于这个X37B计划 美国原本一直是以机密进行的 但是在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曝光 之后美国空军的官方声明 这个计划只是一种测试实验 主要研发一种能重复使用 并能进行无人驾驶的太空测试平台 但对于这个说法很多人并不认同 有人称该武器可以用来搭载武器 并且还称这块X37B飞行器 可以搭载6枚爆炸当量不祥的核炸弹 能够在必要时从空中对目标进行打击 如果这个X37B飞行器真具备这种性能 这将非常的恐怖 因为将核武器搭载到X37B飞行器上 这也就代表这所搭载的核武器 将不会受到距离的限制 而且从高空中发射还能提供武器的隐身性 而这种能力可以说是非常恐怖的 再加上从高空中发射 这能够让X37B能从任意角度 对锁定的目标进行攻击 让对手防不胜防 除了这种猜想外 还有人称X37B飞行器 还可以搭载一种机械臂 这种机械臂可以攻击其他国家的卫星设备 不过这也都只是猜测而已 并未有什么证据表明 X37B飞行器具备这样的性能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但俄军对其还是有怀疑态度的 单从研发的S500防空系统 和现在的S550防空系统 就能看出俄军针对这种武器而研发的 并且俄罗斯国防部 对于S550防空导弹系统项目非常的注重 称该武器将成为俄罗斯军队的主力武器之一 好了 关于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大家觉得俄罗斯的S550防空导弹系统在服役后 能否拥有打击美国X37B飞行器的能力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